下面我可以再试一下时间选择器 先去修改一下页面的初始化的这个数据 把这个pick的值给它换成一个时间 格式呢就是两位数字表示的小时冒号 然后再加上两位数字表示的分钟 比如说09冒号00 回到试图再改造一下这个picker 绑境输出当前选择的这个数据呢就是pick 然后在picker组件的上面去添加一个mode的这个属性 去设置一下它的模式 使用时间选择器的话这个mode的值应该是time 默认一天的时间呢都可以选择 那么如果你想要规定某一个范围的话 可以加上一个start去设置一下一个开始的时间 再用一个end去添加一个截止的时间 那么这样的话用户呢只能够选择这个时间范围以内的时间 回到开发这工具 打开这个picker 现在这里面会显示两栏 左边这栏呢可以滚动选择小时 右边这栏可以滚动选择分钟 这个picker的mode还可以是date 也就是日期选择器 我们可以再去试一下 这回呢我们把这个picker的值设置成一个日期 这个日期呢是用四位数字表示的那个年 加上一个横线 然后是两位数字表示的月份 一个横线 再加上两位数字表示的日子 再回到这个视图 把这个picker去给它改造成一个date类型 它跟time类型的picker的用法呢差不多 这个mode属性的值应该是date 表示日期选择器 这里我们同样去给它使用一个start 还有end 去设置一个可选的一个日期的范围 start设置成1911-0101 end设置成2060-12-31 保存一下文件 再回到开发生工具 打开这个picker 会出现一个日期选择器 用户呢可以在这里面选择年份 月份 还有一个日子 在date类型的picker组件的上面 我们还可以去使用一个field 去设置一下可选的那个颗粒度 默认的它的值是date 就是用户可以选择日期的 具体的某一个日子 如果你只想让用户选择到月份的话 我们可以去把这个field 这个属性的值设置成month 现在的这个picker 只会让用户选择年份还有月份 还有一个地域类型的picker 可以很容易地去创建地域选择器 我们还是去先设置一下 这个初始化的数据 这个picker表示的就是当前选择的项目 这个地域呢应该是一个数组 它的第一个项目就是省份 比如说山东省 第二个项目应该是市 比如说济南市 第三个项目呢是区域 比如说淮阴区 回到这个十足文件 我们可以改造一下picker 先去掉不需要的这些属性 mode这个属性的值 把它设置成region 表示区域 然后再添加一个value属性 去绑定一个值 这里呢就是pick 回到开发这工具再试一下 打开这个picker 这里会出现三栏内容 用户呢可以选择省份 然后是是 还有某一个区 建筑你 跟 locking属性的了 Hello